加拿大西北地區近日發生散火 大火正向西北首府黃刀鎮蔓延 而當局宣布疏散令後 黃刀鎮兩萬名居民乘坐汽車及飛機離開 路透社報導 當地消防人員正阻止火勢蔓延至黃刀鎮 而當地官員表示 如果當地持續不下雨 大火將會在星期六蔓延至郊區 當地消防局在社交平台指 未來的日子非常艱難 星期五及星期六 將會有兩天西北風及西北邊西風 將火勢退向黃刀鎮 數百名民眾正在當地一所高中外排隊 準備乘搭飛機撤離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辦公室指 他計劃在星期四召開事件小組會議 討論山火問題 該小組由高級官員及部長組成 在危機情況下召開會議 黃刀市市長貝利卡·艾爾蒂表示 特別小組正在撼伐該市附近的樹木 以防止火勢蔓延 他又指正計劃使用阻燃劑 同時確保噴水滅火系統正常工作 他表示重點仍然是防火大 以減慢火勢的進展 鄰近的阿柏塔省設立了三個官方疏散接待中心 阿柏塔省的卡卡里應急管理主任表示 該市可以容納五千人並為其提供食物 以為災民準備好暫時居所 並在需要時為災民提供幫助 喂喂,看完米酒住嗎? 記得like、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